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四十八集 一天后 当舟船内的第一块零食消耗煤时 冯岩收了风行帆 三人在一处山顶落下 此刻是黄昏 远处天边可一夕看到夕阳落下 大地渐渐的漆黑 山下一片丛林 由鸟兽之声视而传出 四周的潮起很多 过了这片森林 我们再休息好了 你们觉得呢 冯岩淡淡开口 看向杜林飞与白小纯 天都要黑了 这丛林里 说不定有些凶手 我们还是以风行帆飞过去吧 要休息你自己休息 一片丛林而已 杜林飞冷哼一声 看不惯白小纯这副怕死的样子 身体一晃 荡弦成处 逢岩目中身处 也有轻蔑闪过 可表面上 却向白小纯笑了笑 一样向山下飞奔 白小纯眉头紧锁 一眼看二人如此 他叹了口气 更加警惕 随着二人身后 下了山 冲入丛林 丛林内更为潮湿 甚至时而还可以看到一些沼泽 不时有各种鸟兽出没 可三人都是凝体修饰 身体灵活 速度不满 在这丛林内不断的穿梭 渐渐的向着身处前行 时间流逝 天色慢慢的暗了下来 明月高挂时 三人已走了小半 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凶手 很是顺利 看到白小纯在最后面 一幅仿佛稍微有些动静 就会跳起来的模样 杜林飞心中更是鄙夷 小心 白小纯忽然开口 脚步停顿 神色内露出不安 杜林飞冷笑正要讥讽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四周有阵阵的狂风吹来 在这风声中带着星啊 杜林飞面色一变 抬头时 立刻看到远处从林间 出现了无数双的眼睛 那些眼睛一个个都是吃红色的 几乎在看到这些眼睛的刹那 那阵阵翅膀拍动的声音猛的传出 一只只巴掌大小可却有两个头的蝙蝠成群的飞了出来 双手扶 他们的爪牙上有剧毒 溶血风吼 分开走 在丛林的另一头的山顶聚集 冯颜面色一变 立刻惊呼 身体一晃 改变方向 速度竟一下子爆发 杜林飞也双眼收索 挥手时身前出现一张符纸 慢慢燃烧 散出蓝光 化作一层光幕笼罩全身 一样速度快了起来 改变方向 赶紧分开 同时 他愣了一下 发现本应该在最后的白小春 此刻竟早就没了影子 白小春这儿 早在之前风声出现的刹那就瞬间后退 他性格喜欢稳妥 更是欣喜如发 故而对于危险 有种超乎于常人的敏锐 此刻后退时 那些来临的蝙蝠 嗡的一声 竟分成了三股 分别的追向三人 丛林内 冯颜嘴角露出棱笑 快速把手中一节香收走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蝙蝠 正是此香导致 而选择在这里停顿 穿梭丛林 也正是因为 他曾经一次外出执行任务 察觉到这片丛林内 有这种双手蝙蝠 任何一致 都有不弱于宁气三层的修备 白小春 不要怨我 是有人要让你死 冯颜淡淡一笑 一拍厨袋 去除一根黑色的木头 微微一吹 这木头燃烧 散出黑烟 顿时他身后追来的那些蝙蝠 一个个发出尖锐之声 似乎对此烟颇为的厌恶 一魂而散 冯颜笑了笑 很轻松的向前走去 渐渐的消失 丛林内 白小春速度飞快 他身后那些蝙蝠呼啸追击 可任凭这些蝙蝠如何加速 都始终追不上白小春 没过多久 就被白小春彻底的拉开了距离 时而剑光一闪 就有一只蝙蝠 发出尖锐之声 掉了下来 白小春一路小跑 遗嘱向后停顿下来 看了眼身后 眉头却皱起 这些蝙蝠来得蹊跷啊 白小春沉吟中 顺着原路回去 捡起了一只 被他以飞剑杀灭的蝙蝠 仔细的看了看后 忽然眼睛一亮 这不是双手符 这是紫纹符 虽一样有毒 可牙齿却是炼制二阶灵药 燃血香的主要材料 这种材料在宗门内 五十个贡献点才可以换取一份 白小春立刻惊喜 这是灵兽第五篇的内容 能认出者不多 他心动之下 赶紧搜集蝙蝠的尸体 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十多只 纷纷拔下牙齿后 他破违心动 这蝙蝠很弱的样子啊 白小春呵呵一笑 身体外防护光幕出现 在这丛林内开始寻找起来 很快就有一群紫纹符 发现了他呼啸过来 白小春右手掐掘 飞剑速度刹那暴增 直奔蝙蝠而去 速度太快 那些蝙蝠还没等靠近 一个个发出凄厉的尖角 纷纷被穿透 掉落下来 即便有几只铃鸡 可却一头撞在白小春身体外的防护光幕上 被弹起老高 白小春上前全部收起 发现的的确确没有任何危险 更为放心了 昂首挺胸再次寻找 就这样 他一个人在这丛林内不断的寻找中 搜集的牙齿越来越多 两个时辰后 冯岩离开了这片丛林 去了约定好的山峰 盘西坐在那里 嘴角带着微笑 默默等待 又过去了一个时辰 杜铃飞满身狼狈地冲出 他心有余悸地回头 看了一眼漆黑的丛林 赶紧离去 到了山顶后 看到了冯岩 目光一扫 没有发现白小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白小春还没来 白师弟 自求多福吧 可惜这丛林内的双手福 在夜里最是活跃 我们若再冲进去 怕是自身难保啊 冯岩轻叹一声 苦笑摇头 为了逼真一些 他索性没有休息 而是摆出紧张担心的样子 目不转睛地望着下方丛林 杜铃飞沉默 他虽厌恶白小春 可还不至于到那种 希望白小春死的程度 毕竟是同门 此刻盘西坐下 遥望下方的丛林 许久之后轻叹一声 时间流逝 很快天亮了 等了一夜 杜铃飞始终不见白小春出现 心底多少有了一些预感 时间还没出来 白小春怕是凶多吉少了 都怪我 若不是我提出走这片丛林 白师弟也不会 冯岩起身 一夜没休息 他目中已有了血丝 神色悲愤 望着丛林 冯师兄不要自责 我们也没有想到 这里居然会有双手扶 或许白小春还没死 即便是真的死了 我们身为同门 也要把他的尸体带走 杜铃飞心底有些复杂 他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绪 想起白小春的样子 虽然还是厌恶 可更多的 却是不忍 毕竟两人之间 没有什么过深的仇恨 都是没说的事 无论如何 我们也不能放弃 冯岩深吸口气 凝重的点了点头 二人正要下山去寻找 可就在这时 他们立刻就看到山下的丛林内 白小春打了个哈欠 晃晃悠悠的走了出来 甚至在走路时 还伸了个懒腰 杜铃飞睁大了眼 一旁的冯岩 更是眼中露出不可思议 呆呆的看着白小春 很是轻松的顺着山路 渐渐的走了上来 尤其是对方的样子 仿佛是睡了一顿很好的觉 精神振奋的模样 反倒是他们俩人 这一夜没怎么休息 略有疲惫 不多时 白小春上了山 看到两人后 连忙跑了过来 打了声招呼 咋啊 杜师姐 这丛林里太可怕了 我小命差点就没了 白小春的确休息得很好 他几乎把这丛林内 所有的蝙蝠都干掉了 不但收获很大 最后还在蝙蝠的山洞里 美美的睡了一觉 杜铃飞面色难看 盯着白小春冷哼一声 看到对方的样子 又想起自己之前的复杂不忍 他忽然觉得 这白小春更可恶了 风炎墓中身处 有寒芒一闪 但表面上却露出喜悦 白师弟没事就好 我们担心了一晚 白小春呵呵一笑 看似如常 可他的墓中身处 一样有寒芒闪过 不久 三人继续赶路 没有乘坐舟船 经过此事后 白小春建议夜晚舟船飞行 白天徒步 杜铃飞也少见的没有反对 逢炎略一思索 点了点头 三人慢慢远去 顺着通天河 向着下游击齿 时间慢慢过去 很快就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 是白小春这小半辈子 走过的最多的路了 他看到一座又一座大山 看到了一片又一片丛林 四周荒芜人烟 整个天地如同蛮黄 一次 他们三人正赶路时 突然大地颤抖 白小春悍然的发现 在远处的一片山脉之间 居然有一个全身长着无数毛发的巨人 缓缓的一步步走过 这巨人每一次脚步落下 地面都在震动 这种巨人让白小春倒吸口气 还有一次夜里 他们的舟船正在飞行 突然远处闪电昏明 白小春看到了一只 足有香云山大小的巨琴 呼啸而过 无数的闪电在他身上游走 在夜里看起来极为的惊人 而最让白小春记忆深刻的 是他们在一个白天 看到了一个四只短小 可头颅却如小山一般的凶手 在通天河的岸边 被一条足有万丈长的金色鳄鱼 从通天河内一跃而出 一口将这凶手吞噬 冰冷的目光 还遥遥地看了一眼躲在远处 被这一幕骇然的白小春三人 仅仅一眼三人全部脑海嗡鸣 嘴角溢出鲜血 头痛欲裂数日 才勉强恢复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这外面 这外面太可怕了 白小春浑身哆嗦 一连嘀咕了好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